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讲座 我们这一个视频的题目是 NIW国家利益豁免率卡新标准和案例 我们在这里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当前使用移民局用来判断审理批准NIW的标准 以及结合案例 然后还讲到标准具体是怎样的使用的 然后有什么样的条件就能够符合标准 大家知道判例是叫Matter of the NASA 实际上是2016年底,2016年12月通过的 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左右了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重申一下呢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EB1类别,杰出人才申请也有排期 EB1和NIW的排期二者相差的时间并不太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更多的人应该考虑来申请NIW 这个在我们其他视频里已经有了很多讲解 对于尤其有的人比如说Perm或者EB1B 这些人如果他们换工作的话 那么考虑到现在排期的问题就会比较麻烦 而NIW是自主的申请 不需要雇主支持 有很多优点 另外有一些比如说刚毕业的博士生 有的博士后或者新来到美国的访问学者 那么这些人他们根据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 有的时候已经符合了NIW的要求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有的人说我有一些文章有些引用 那我到底能不能申请NIW 那么怎么论证 根据这些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出详细的说明 不管是申请NIW还是如果收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RFE在回复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大家知道NIW叫国家利益豁免 豁免的是所谓劳工证和工作机会的要求 就是说我自己在美国或者在中国 我不需要雇主支持 自己提交申请 就可以豁免劳工证要求得到批准 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在马里兰大学上学的时候 在PhD毕业以前提交的NIW申请 然后在毕业后得到了批准 此后我在NIH工作期间 拿到了基于NIW申请的绿卡 那个时候NIW的标准和现在不一样 反正这个标准现在已经不用了 我们就具体不讲过去的标准是怎么样了 但是简单来说 过去的标准有一条要证明 如果不批准申请人的NIW 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要造成损害 大家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论证的 所以相对来说 现在新的标准就会比较容易 也造成现在新的NIW批准更多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 以及我们的观察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很多符合条件的人 及时提交NIW申请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NIW要有哪三项主要的要求呢 第一申请人将要做的工作 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 那首先那是将要做的 就是说你过去已经做的 可以用来证明说你将要取得什么样的新的成果 那么重要意义 如果说我不做好事专做坏事 一点意义也没有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需要有建设性 有贡献 别的呢 要全国性 是吧 这个对于大部分做科研的呀 等等这个专业人士来说 一般都是符合要求的 个别的说 我在本地开一个店 促进了当地地方的经济 这个可能不够全国性的要求 这是第一条 主要呢 是领域背景方面 第二条呢 是说申请人处在发展本领域 做出贡献的有利位置 什么呢 比如说我志向远大 我想将来当科学家 但是我现在还没上学呢 那这个不行 对吧 那你要有一定的资质 所以呢 要处在对发展本领域 做出贡献的有利位置 那么我过去已经有一些成就 发表了文章 得到了引用 我的研究有一些进展 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第三条呢 是说综合考虑 豁免工作要求和劳工证的要求呢 对美国有利 这个呢 就结合了第一条和第二条 就综合考虑一个豁免对美国有利 那怎么来论证呢 一会我们会具体来看 好 这个呢 是这三条规定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结合最近呢 美国移民局上诉办公室 叫AAO批准的案例 来解释一下 这三条规定是怎么样 在申请人的案例里得到实现 那么这个细则 比如第一条 我们还记得啊 申请人的工作要有全国性重要意义 这个工作呢 当然你可以是科研的 可以是基础学科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也可以是工程类 或者商业类 或者是文化 艺术 卫生 教育等等都可以 比如我们有一位客户 他是拉小提琴的 拉得特别好 得了一些奖 然后他申请IW 也得到了批准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当然不仅仅限于科研人员 各种专业人士 只要在本领域呢 有一些成就 当然你这个工作呢 说要是正面的吧 全国性的重要意义 那么就可以 比如说我做这个工作 是新材料 新能源 或者呢 对于诊断 治疗 疾病 有帮助 或者我发现了一种新的蛋白质啊 一种新的血液循环的细节发现 那么一般来说呢 都可以是要满足全国性的重要意义 那么像我们刚才看到呢 如果是商业类 也有可能 那么这是背景 对于个人来说 那像我们刚说 怎么能证明 这个申请人处在有利位置 能够推动本领域的发展啊 那你要看申请人的一定的情况 这个要有教育背景 还有呢 申请人的技能 他的知识 过去的历史 他的成就 然后呢 包括他准备在美国工作 这个工作计划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工作嘛 那么只要说 一般来说吧 我继续再做下去就可以 那如果你还没有到美国呢 或者目前在美国没有工作呢 那如果你列出一个可信的计划 也可以 当然如果有已经取得的进展 那就更好 还有什么呢 如果是商业类啊 艺术类啊 等等 可以讲到呢 来自潜在的用户 消费者 或者投资人 他们是否有感兴趣 还有呢 比如说对于科研人员嘛 有同行评议 有没有相关的个人 比如说本领域的专家 或者相关的公司 他们对这个工作感兴趣 提出意见 这些都可以 另外前面讲到教育背景呢 对于学术类申请人来说 如果是科研啊 或者工程的 一般来说呢 需要有硕士以上的学位 但是呢 如果是本科 再加上五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也可以 比如我们有一位客户 他在中国拿了本科学位以后呢 到美国来做技术员 但是他做得比较好 然后很多文章呢 他也都有署名 所以呢 我们为他提交了Niw申请 也获得了批准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博士再读 他取得了一个证书 说已经有硕士同等学历 这样一般也符合要求 如果没有硕士学历呢 也有可能 那么可以讲呢 说这个人有特殊的专长 这个也可以 但是如果有硕士以上学历呢 就简单一些 这个是第二条 这一条是比较重要的 要讲一下个人的资质 那么第三条呢 就是综合考虑 对美国有利 豁免劳工证的要求 或者说你不需要 已经在美国有一个雇主 有雇主来支持你的绿卡 那么在这里呢 有什么细则考虑的内容呢 比如说不现实 说要求申请人要获得劳工证 或者有美国的工作机会 那举个例子呢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 现在在美国国外 但是他资质很好 可能现在他没法取得 美国的雇主支持 或者呢 他这个工种特别比较特殊 那么也不好做招工的广告 或者这个申请人 是一个商业人士 企业家 他自己要到美国来 做商业领域的贡献 那么也不适合呢 就是说出现在招工广告 雇主支持 这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么更常见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说 这个是移民局承认 这个申请人的工作呀 做得很好 所以即使呢 在美国有其他同行的人 能够做和他类似的工作 那么仍然呢 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 综合考虑 把申请人留在美国 是比较好的 对美国有益 那么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申请人 做的是医学研究 或者是有的高深的科学研究 那么他这个工作呢 对美国有益 这样的专才不嫌多 那么即使在美国 已经有同样同行的人士 把申请人留在美国 这个也是有利的 那么为什么不要求 做招工广告呢 因为你做招工广告 也可能就能招到 合适的美国人来做呀 这样就不符合 PRM的要求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 从美国国家利益来说 虽然有别的人 能做这个工作 还是把申请人留在美国 对美国比较好 还有一点可以论证的是说呢 目前这个领域呢 美国国家利益 这个要求非常紧急 因此呢 不要求劳工证呢 对美国国家利益比较好 有什么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要限制HIV 或者有的 比如债卡病毒 有很多事情都很紧急呀 找到新能源 保护环境 是吧 提高大家的公共卫生水平 帮助研究治疗癌症 航天 包括经济领域 怎么能减少国债 增加就业 这些有可能都是很紧急的事情 然后如果这个释出紧急呢 那么也可以作为豁免劳工证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前面呢 讲了大家看到按照新的这个标准 不加一 豁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是吧 一个就是说你做的领域有用 一个你说你这个个人是一个有用的人 你对这个领域处在一个 做出贡献的有利位置上 最后综合考虑一下 符合要求就可以 好 那我们下面呢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说一下 这是最近得到批准的 这位申请人呢 他原来是医学的背景 原来是一个医生 后来来到美国呢 可能一时还没有医生执照吧 或者呢 因为其他原因 他做的是医学方面的研究 血液方面的研究 做的是关于白血病 怎样更好的来治疗白血病 美国移民局经过研究 认为呢 这个白血病的科研工作 这是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的 然后呢 那么就符合了第一条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就怎么样来证明 这位申请人 他符合第二条 说处在有利位置 推动本领域发展呢 移民局看了他过去的经历 过去啊 这个申请人 在做了几项科研项目 发表了一些文章 得到了一些引用 然后呢 他过去做的一些科研项目 有一些进展 包括癌症研究啊 包括其他方面的科研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工作嘛 总会有一些成果 那这些成果反映在什么里面呢 当然他发表的文章是一个证据 另外呢 同行评议 人家其他的本领域专家 提供了推荐系 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一点呢 是在这个判例里面呢 并没有讲到 申请人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 已经有了好多的引用 或者呢 文章发表在非常著名的 排名很高 影响因子很高的期刊上 都没有 只要你证明说 在这个领域确实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一些进展 科研的成果 那么就可以 那这里呢 顺便说一下 大家知道呢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有丰富科研经历的专业人士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啊 公众号等等了解到很多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专长 就可以更好的了解 陈述申请人 他的科研成果 帮助证明 申请人符合NIW的要求 大家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我们的网站了解到更多 所以呢 当然你做了什么工作很重要 但是你怎样说也很重要 是吧 你要陈述讲出来 这个呢 对于NIW这三条要求的第二条 是至关重要的 相对来说呢 对NIW批准也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是第二条 申请人符合了个人贡献的要求 第三条呢 综合考虑 这位申请人 他做过医生 现在呢 又在做医学相关领域的科研研究 那么他有相当的经验 另外呢 也有在专长 包括生物化学领域 以及病理学领域的专长 那他个人的背景呢 移民局呢 又陈述了一下 为什么符合第三条 综合考虑呢 因为一呢 他个人在推动研究进展方面 起到的贡献 那么这个领域呢 大家看到 说因为考虑到美国有这样的病患啊 人数能够对血液病 尤其是白血病有更多的研究 显然是对美国有相当普遍的这个意义 那么因此呢 申请人呢 美国移民局认定说 即使能够找到和他背景类似的 同样领域的其他的美国人 胜任这个工作 免掉雇主支持 工作机会 劳工证要求 仍然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益的 因此呢 申请人的NIW就得到了批准 他就渴望呢 在近期内拿到绿卡 那么以上呢 我们再详细的解释了一下 NIW的三项条件的要求 实施细则 以及具体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讲到呢 目前NIW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很多人呢 其实刚来美国不久 或者毕业不久 就可以符合NIW的要求 如果一直要再等几年呢 可能就错过了 最好的申请的时机 现在早申请呢 就可以早拿到绿卡 对个人的事业发展 会有更多的好处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这个视频的题目呢 是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 新标准和案例 好 如果有更多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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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